大家以为就是签名 我告诉大家 签名是比较简单的事 就是一张画写生的人像 画到最后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针对这一张画 不是模特儿坐在那里 当然有两种方式 一个模特儿再坐在那里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 看哪里不妥的地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要模特儿 我们就就画论画 因为最后看画的人 他不是像看DVD 模特儿怎么样 这个老师画得怎么样 他是摩罗尼莎 达文西 怎么画我们怎么摘 他鼻子画长了画短了 有没有加工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也不去追究 我们只看那一张画 所以开始的阶段写生 是画眼前之物 眼前的这个陈小姐 那现在呢 打个比方讲 我是画什么 不是眼前的 就是说你一开了 模特儿 就画论画 来看一看 哪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 好多人啊 喜欢拍了照 然后拿着照片啊 修修补补 到最后啊 这张画不是跟写生完全无关了 就算画得很像了 但是呢 是照片的像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这里呢 我会稍微做一点的 补充 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 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 上一点油 大家发现了 这个画 基本上干了 上了油以后啊 这个颜色就 沉下去了 就变得比较透明 这个也是一个 一张画的 我们说一张画的过程 所以呢 要大家停下来 看 哦 原来那个 下课了 啊 就以为画完了 啊 也不是 我先说了 我们整理画面 是必要的 但是呢 房子呢 跟这张写生画 画到最后无关 画成另外一张画 把所有的不完美 都把它变成完美 所有的不细致 尤其是 都把它变为细致 啊 这个是 危险的 当时我们放了一些笔触 当时有一些色彩的感觉 那个是 当时的效果 可能对 啊 可能好 也可能不好 也可能不理想 但是你不要 想把每一张画都画得很完整 很完美 最后呢 每一张画都 跟原来啊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不对的 啊 不能容忍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改画的方式 或者加工画的方式 我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大家看到我 在画布上面有涂油 这个油 这个油要很薄 涂油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现在的 上去的颜料 比较容易跟底下的颜料 链接起来 你看我在这里啊 把它加深了一点 大家看到 我把这个边缘线这里啊 加深了一点 让那个空间更透过去 啊 这里还没有加 我会继续 啊 虽然是很微小的地方 但是呢 局部这里放大以后 发现 那个背景的颜色 会浅了一点 会翻出来 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我们可以让你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给你 看看 这些颜色 我们可以给你 颜色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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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了一下,然后最后还加了一点馅 把这两个尖胛糊距离拉开一点 签名 大家看到我们画的时候啊 这里我是留着签名的 你在这里会要画,画什么东西 画了以后这么一张小画就太挤了 好了,签完美了 这个步骤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油画最后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好,放柠檬画了,再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